奉读经文 启示录二章八至十一节 你要写信给世美拿教会的使者说 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间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勿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今天是主人牧师 启示录讲解第十一讲 世美拿教会第三讲 亲爱的圣徒们 全世界之教会的圣徒们 支圣殿的圣徒们 全世界通过网络同餐礼拜的所有圣徒 各位观众 以弗所述一章二十三节前半节说 教会是他的身体 教会是 主用血买来的是主的身体 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所说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做肢体 凡属教会的认职者 乃至全体圣徒都是一个肢体 是主的身体的组成部分 假如我们身上肢体彼此分门别类 嫉妒纷争 那身体便无法站稳 同样 本应爱里合一的教会 若肢体之间相互嫉妒纷争 恨物诽谤 圣灵就不在其间运行 反而会成为仇敌魔鬼嘲笑的对象 导致教会里 爱心渐渐冷淡 祷告火焰渐渐熄灭 发展停滞 转向衰退 撒旦遗会 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所谓的撒旦遗会 简单地说就是受撒旦操控的人 两个以上勾结成活 正如主题经文里所说 是自称犹太人的人勾结成活 这些人自称是犹太人 是神的儿女 并且信主实际上 他们是顺着撒旦的运行而动 在教会里引起嫉妒 论断 定罪 怨恨 纷争 以此来毁谤神的国 破坏教会 因此教会里面 不能让这些撒旦遗会 站住脚 他们本人却不知道 是毁坏教会的行为 但是通过撒旦的做工 教会再逐渐被破坏 要明白 在大家不知不觉中 也有可能同流于撒旦遗会 例如 大家听到某人说的非真理 不经意间复合地搭上一两句 也许觉得自己并非出于恶意 就没有太在意 但是这不经意的话 居然变成无中生有的谣言 在教会里散不开来 在把恶性彻底除净之前 我们总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潜藏心底 未曾察觉的恶性 随时都有可能 因着见到某个人 或处在某种境遇而激发出来 有的人动辄口中 宣泄不平 久息诚信 或有的人总以自己的眼光为标准 对人对视 一贯持否定态度 工作上不同心不配合 却对自己的失误永远执迷不悟 这等人喜欢暗中寻锁 与自己性位相投的人 说话之间不经意搭上一两句 认同附和之语 就有可能不知不觉中同流于撒旦一会 故针对这类人一定要警醒防备 不要迎合他们的言语与之联合 反而要用真理的话进行规劝 告诫甚至驳斥 如果大家以光明对应 黑暗自然会消退 所以我们只要遵循真理的教训 非善误看 非善误听 非善误言 非善误思 那就不会受撒旦的攻击 撒旦一会 便在教会里不得立足之地 自然就销声匿迹了 未被传开就自然会消失 那些散布谣言的人 也只能安静下来或自动地离开 希望大家铭记这一点 再次检查一下自己和自己的周围 在家、在机关、宣教会 或是教区里亲近的圣徒之间 不要形成使教会变得困难的撒旦一会 我保守心思意念和口中的言语 能够击退撒旦的诱惑 打破撒旦的所有轨迹 若想这样 必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圣徒们 自称是犹太人的撒旦一会 在成就神国上是很大的障碍 使徒保罗传福音的时候 最强烈的排挤 毁谤他的就是犹太人 说是信神的犹太人 却不相信神的儿子耶稣 带头妨碍传主的福音 对于这些人 主说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但现如今也同样 本教会至今为止 在成就世界宣教的过程中 也遭受了那自称是犹太人的毁谤 在侍奉同一位主的人之间 为了传播主的福音 来到遥远的异国他乡 现身的宣教士们 特别是同为韩国人的宣教士 只听到错误的传言 就被迷惑 毁谤神国的事 但将来本教会成就朝鲜宣教时 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 一起合作 呼出生命传福音还来不及 在那样的情况下 也有毁谤以万民的名 成就圣功的 自称是犹太人的人 也许有人会想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 但是把耶稣交给 他们的支配国罗马人手中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 正是耶稣的同族犹太人 在当时可以说是 犹太人的指导者 大祭司和祭司文士 对耶稣行出人所不能行的全能 传播天国的福音的事实 产生嫉妒和猜忌 再加上他们所持有的律法 律法的义和框架 论断定罪耶稣 结果害死了耶稣 将来本教会进入朝鲜 开展圣功时 将会传讲生命之道 并有许多全能的做工跟随 向朝鲜的圣徒们 也清晰地解析属灵世界 使他们也能在确切的 天国盼望中奔跑 因此以万民的名成就 朝鲜宣教的人 在那里也会经历 与本教会经历的同样的逼迫 那时与我们带着同样的目的 去朝鲜宣教的人们 会毁谤我们的做工 告知大家这些内容 是为了让大家提前用祷告出准备 准备朝鲜宣教的人 提前知道了这种情况 所以希望他们能在实际做工时 好好应对 好好应对 是让以善胜恶的意思 不是对抗 而是要以善胜恶 为了在神的旨意中成就一切 要更加警醒祷告 做准备的意思 希望各位名记 那自称是犹太人的 毁谤越大 以善和信心 爱战胜的时候 就会彰显更大的 全能做工 毁谤越大 传福音 会更活跃 因为消息会传得更广 所以会更大的 彰显神的全能做工 从属肉方面来看 这种毁谤似乎是 传播福音的障碍物 但实际上 是在更大的 传播全能做工 至今本教会 至今本教会以更大的全能 成就神的国度 就是因为在神的旨意中 战胜了这些毁谤 如果我们主 当时恶者或自称为犹太人的 即说是信神 认识神的人 没有那样毁谤主 开展圣工的话 福音就不会传播得更广 他们聚在一起 就传耶稣是迷惑人的 是说谎话的 又说他是被比西伯覆者 靠着鬼王赶鬼 因为传播各种坏消息 随着消息的传播 我们主的全能 也一同被传开了 如果没有那些传闻 我们主的做工 就不会那么轻松被传开 在主题经文十节记载 你们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间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勿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徒们 我们成圣之前 难免遇到各种试炼或苦难 但这一切是为了给我们带来 灵肉间的富足 并引入永生之路的过程 面对为主的名而受的逼迫与患难 我们里当欢喜快乐并感恩称谢 即使因未能活出真理而遭受试炼与患难 也当以喜乐并感恩的心来应对 因通过那试炼和患难 就会脱去肉体而成圣 若是有信心 就不会畏惧那些逼迫 反而要以喜乐感恩 正如雅各书一章二节 二节至四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你们知道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的确 试炼会造就我们成就 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因此为了进入灵 进入全灵 即使有任何困难 也不要畏惧 但是在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这句经文中要领悟 将来在成就朝鲜宣教的时候 会遇到怎样的逼迫 虽然也有自称是犹太人的毁谤 但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体制 朝鲜当局会施压逼迫 将来到了时候 朝鲜的宣教之门打开 会形成进入那里 传播福音的环境和条件 但是那样的气氛不是持续的 朝鲜也因为需要暂时打开开放之门 但是为了维持体制 会有再次关闭开放之门的时候 因为他们感到了对自己的体制的威胁 但是真正感到威胁的最大因素之一 就是以万民之民开展的做工 我们的做工不仅仅是正道 还彰显以人的力量和能力 无法做到的神的全能 所以他们害怕这样的全能 为了制止彰显全能而施加压力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间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耶稣开展圣工的当时 还有门徒和使徒保罗做工的时代 和如今彰显神全能的地方 也同样在受逼迫 朝鲜将逐渐警戒在韩国的万民祭坛 和在朝鲜活动的万民的做工 因为彰显的全能很大 所以认为不能放任不管 从几个月前就开始做准备 在适当的时候 关闭以万民的名建立的教会 并抓捕同工的人 把他们关进监狱后 他们自己给自己找借口 找害死被抓之人的借口 无条件地 只因宗教原因而杀他们的话 可能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反抗 因此要制造适当的名分 而且在制定符合他们要求的审判标准之前 被关在监狱里的人会遭受患难 就是指这段时间为时日 并不是说受患难的日期一定是时日 而是在适当的名分下 制定审判他们的标准 最终杀死几个人的时间是时日 我们的主复活生天后 以主的名聚会 受患难批迫的地方 就是受患难时日 因此最终以主的名 以万民的名 彰显殉道的做工 亲爱的圣徒们 听到这样的话语感到害怕吗 若是有信心对天国的盼望和将来 所得到的荣耀和奖赏有确信的话 就不会感到害怕 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对主的爱就不会害怕 主为了我和大家 遭受了更大的逼迫和蔑视 嘲笑 侮辱 最终遭受十字架的苦难 即使那样也没有因所受的苦难而感到悲痛 而是因不知道主的爱 而死去的众多灵魂 哀痛 想到这样的主 绝对不能害怕或躲避 给予我们的任何患难 但需要明确说明的是 一切都要从自己的自由意志中选择 根据各位的选择 有可能受到 以主的名而受的逼迫和患难 也有可能不受 更何况以主的名训道 其奖赏和荣耀可见一般 成就灵与全灵 以爱主的心 为主献出生命的话 其奖赏和荣耀是极大的 但这些话 不一定只适用于 训道的人 你勿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正如这句经文 大家要在各自的岗位上 带着这样的训道的信心而行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要明白这话语里 所蕴含的含义 圣徒们 在信的人中 对魔鬼与撒旦 能正确分辨的人并不多 偶尔有到我面前 接受祷告的人 自称是魔鬼 说 请感触我身上的魔鬼 请感触我儿子身上的魔鬼 希望通过今天的正道 能正确地分辨 魔鬼与撒旦的区别 很多人尽管信主时间很长 连对撒旦 魔鬼的本质也认识不清 往往混淆两者的区别 可是从圣经的记录 我们可以发现撒旦和魔鬼 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撒旦简单来说 就是邪恶之头目 路西弗的心 魔鬼是路西弗手下服役的灵 两者作用各不相同 撒旦将人的意念 作为运行介质 挑起恶念 激发恶欲 如果大家不破碎肉体的意念 应当拔出心中的恶 离弃非真理 弃掉黑暗 否则撒旦就会通过 大家肉体的意念来做工 鼓吹人们犯罪 行恶 行非真理 论断 采集嫉妒定罪 各位认为好像是自己做的 但实际上是由撒旦出管的 所以撒旦通过人的意念做工 让人们心怀恶念 并煽动人 行非真理的 是 撒旦通过意念做工 使人心里的非真理 以及恶摇动 如果大家心中没有恶 就不受撒旦的做工 因为有恶才会受煽动 魔鬼则使人因顺服撒旦 而成型的恶念和恶欲 表现在行动上 话而言之 使人接受撒旦之教唆 而滋生的恶念表现在行为上 这就是魔鬼的作为 给大家举例说明 比如有讨厌的人 很讨厌那个人 我很讨厌他 不想看到他 神明明说 连仇敌也有爱 但是正因为心里有恨物的心 所以撒旦才会通过意念来做工 我讨厌那个人 为什么讨厌的 为什么会讨厌呢 因为有这样的意念 因为讨厌那个人 所以想揍他 这样的意念是撒旦的做工 但这样的想法在心里摇动 而且付出行动 真的打了对方 就是行了暴力 那么这就不是撒旦的作为 而是魔鬼的作为 能区分了吗 要区分撒旦的工作和魔鬼的工作 撒旦做工并表现在行为上的时候 这行为便是魔鬼的作为 所以不能随便说是撒旦的工作 或者是魔鬼的作为 要正确地区分 并要正确地理解 例如 遭人挖苦诽谤时 产生不快或者怨恨的意念 这是撒旦的作为 撒旦向人鼓吹种种恶念 如 真让人上火 实在忍无可忍 或者 我凭什么受这样的委屈 这种人 就应该狠狠地骂他几句 不行再给他 尝尝拳头的厉害 等等 这是什么呢 是撒旦的作为 总之叫人发动恶念 是撒旦的作为 将恶念付诸行动 如开口骂人或动手打人 这便是魔鬼的作为 就是魔鬼操控人的心意而成的 圣经里面对撒旦和魔鬼的作为 正确地区分开来 马太福音16章21至23节 耶稣对门徒们说 自己要受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将会复活 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 从属肉上看 好像是非常爱自己的老师 但是耶稣对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并不是对彼得说 而是对撒旦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这样体贴人的意思的人 顺从是没有理由的 只要以阿门式就可以了 彼得体贴人的意思 在自己的意念中 劝耶稣时 耶稣就责备彼得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路加福音22章3节说 这时撒旦入了 那称为加略人有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这里撒旦入了犹大的心 表明撒旦已经完全控制 犹大的心思意念 也可以说 卖主牟利的邪恶 进入了犹大的心 约翰福音13章2节说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 一年是撒旦 一年是撒旦已将卖耶稣的 意思放入犹大心里 那么就会付出行动 动摇其心 就会以行为显明出来 魔鬼就是这样的 作为 这并非指魔鬼通过人的意念做工 而是表示魔鬼彻底套牢了犹大的心 犹大的心 完全被魔鬼所控制 以致行出大恶 出卖耶稣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前半节说 犯罪的是属魔鬼 犯罪是指人的罪性呈现在行为上 在约翰福音六章七十节 耶稣预知将来的事 便指着犹大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把耶稣卖了 那不就是魔鬼的作为吗 那不是门徒而是魔鬼 受魔鬼的唆使 按魔鬼的操控而行动 所以主没有说是我的门徒 而是说他是魔鬼 世人也这样说 有谁行恶的话就说 那个人做的是魔鬼的事 不是说 做了撒旦的事 不会把那样的想法说成是 魔鬼的 如果有人行恶就会说 像魔鬼 总之使人犯罪的是魔鬼 作恶的便是魔鬼之子 是魔鬼的子女 经上说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间里 叫你们被试炼 今天是指什么呢 哪些人会被试炼 对此 等到下一讲继续探讨 亲爱的圣徒们 罗马书二章28-29节前半节说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 在旧约时代做了外面肉身的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也是心理的 不要做外面肉身的割礼 要做心理的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要心理相信 不是大脑里相信 而是心理相信的人 才是真犹太人 耶稣是人类的救主 不是大脑明白 而是从心理相信的时候 再读一遍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他们是大脑里相信的人 只有这方面的 只是这方面的知识而已 他们没有行为随着 尽管明白神道 却不遵行 神的道大家听了那么多 也很明白 知道不可犯罪 不可行情欲的事 心里都明白 但就是不行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 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就像罗马书十章里的这句经文 心里相信的人才会有行为随着 在光明中行遵行公义 真理神的道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心里相信的人才是 神名副其实的儿子和女儿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也是心里的 不是在肉身 而是在心里 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在旧约圣经上说 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是指心里的割礼 要结净内心 有犹太人的血统 不一定都是犹太人 蒙神认可的犹太人 才是真犹太人 割礼内心找回神的形象 磨成主心的人 才是神所认可的真犹太人 才是真心信主的人 谋成主心的人 才是神所认可的真犹太人 才是真心信主的人 是蒙神拣选的天国子民 其实要做真犹太人 难免会遭受这样那样的 批迫和患难 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 爱里没有惧怕 埃及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约翰看起来敬畏神 爱神 实际上总是惧怕神 如果真正了解神 相信神爱神 就不会惧怕 如果各位真心爱自己的父母 会害怕他们吗 不会 即使我们犯了错误 父母管教我们 用棍子打我们 也不会害怕 知道父母管教是出于爱 所以尽管挨打了 反而还要亲近父母 如果害怕父母 说明不爱他们 就会叛逆 不听他们的话 如果顺从 父母就没有理由打 管教他 如果爱父母 肯定会听话 不是吗 爱里没有惧怕 埃及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怕神的人 肯定会受到刑罚 会生病 遭受患难 为什么怕神 因为没有遵行神道 所以害怕 因为没有遵行神道 没有行在光明中 犯了情欲的事 所以害怕 那样的人会生病 遭受撒旦的搅扰 魔鬼的搅扰 遭受试探患难等各种麻烦 爱及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照此经文 在爱里得完全的人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惧怕 耶稣拥有完全的爱 以至为了我和大家 以及全人类 甘愿背负了十字架 可见爱的力量特别伟大 父神为我们舍出独生爱子 耶稣背负十字架 许多古人先知 尽生命传扬福音 都是靠着爱的力量 便大家也都成为 善美的基督徒 显明爱的力量 父神为了变成仇敌的重罪人 舍出独生子 主耶稣也替他们背负 十字架受死 倘若我们发自内心地 感受到他们的爱 还有什么人不可以理解 不能去爱呢 愿大家效法一爱 完全了律法的主 成就完全的爱 成为神的真儿女 奉主的圣名 祝愿大家 通过影像接受主人牧师 为患者做到祷告 有疾病的人 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或软弱之处 接受祷告 没有疾病的人 请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信 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求您此刻亲自按守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做工在基线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支教会 支圣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 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节 全身神经 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 斥责仇敌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 光暗进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完整 焚烧净进 击退瘧疾 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 不能进入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 各种癌症 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妇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 也得到痊愈 也求父使 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肩盘 突出症 也得到痊愈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躁愈症 精神衰弱等 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 麻痹瘫痪的 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 行走 跳远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 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 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 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啊 求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 药物 剧毒物 中毒 也得以洁净 已死的神经细胞 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付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重恶魔都退去 他的重使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晃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官啊 禁住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 从各种事故灾殃中 藤蒙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天兵天使 煮火炎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所有是儿女们的 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弥陀佛